看調查報告出爐 警報當時高雄銀行放款超有效率 2013年11月3日申請隔4天就放款 最終造成呆帳7.9億元 黃國昌臉書更是直接點名 幫陳慶男作弊的 除了一營還有高營董事長陳統明 常董 許立明 李瑞昌 林文淵 黃國昌說都是協助陳慶男 虛偽增資共犯 要求道歉 仔細看四人都是局戲人馬 其中林文淵 再加上林文淵的這個加油添醋 然後協助所有的 不論是中央跟地方 他甚至還跟國防部講過就是說 如果不支持慶富就沒有辦 就是沒有資格當國防部長 根據12月12日高雄市議會 針對慶富案調查的專案報告 林文淵在常董會議上 直接說國防部不出來協調 哪有資格當國防部長 林文淵也好 或是當時的這個王總經理也好 在一路上面提供的資訊 跟這個說話的方式 都是在協助慶富 能夠到最後獲得所有的 董監事的認同 王總經理不斷的提供錯誤的訊息 告訴所有的董監事說 這一個這家公司事實上是賺錢的 詹麗娜指出林文淵跟當時的 總經理王靖安 幫助慶富得到貸款資格 其中王靖安還曾說過 慶富評選的評分 優於台船幫慶富說好話 慶富只有承接海巡署的巡氣艇 王靖安說當時候慶富曾經有 為海軍建造一百億到兩百億的氣死艇 這個陳述也是錯的 高雄銀行這個案子是如期的收回 而且也賺了兩千多萬 在當時的情況下 我們對他的征信是都是正常的 前高穎總經理王靖安 二十七日晚間發聲明 澄清聯彈案損失高盈沒有 參與一塊錢受信放貸 都依規定處理試圖切割 但還得看檢調偵辦結果 才知道被點名的高層 最後能否脫身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